講開車股我們講講吉利175 這個就是week來的 他就說175吉利的前景怎麼看 他說今早就跌穿這個通道 可不可以趁跌了呢 吉利我自己就覺得去到這些位置 初步是有點吸引力的 我對他的看法暫時就審慎樂觀 又不只說一定非賣不可 但是去到這些位置 那個股借也都修正了下來 其實都有點吸引的 但是當然如果你看他剛剛出來的賣車的數據 坦白說比起比亞迪、比例長城 可能都還是差一點 因為始終吉利在今年來算 都未算有一些很主打的新能源車推出 而這段時間市場賣得最厲害的 就是電動車 但是當然極黑就剛剛發佈了沒多久 之前見到預售的反應不差 那麼去到第三季就正式去到出貨 那就是代表著去到下半年那個賣車的量 會有個明顯的加速 那再加上他之前也都是跟 吉利母公司阿媽那邊 就收購了一些資產 那麼那類型的資產有些我覺得都挺不錯的 譬如其中一個的資產就是來自北歐方面一間公司 那麼主力就是做一些電動車開發 還有一些智能系統方面的研發 那麼對於吉利來講都會有一個好處的地方 那麼所以我自己就認為 這隻股份去到這些價位都沒有貨的話 可以想一想吧 少少點買一些 但是當然大前提就是希望市場 不要說一個崩盤式下跌 如果你說接下來的行字真的不小心穿位 那些錢就有理不理都沽的話 那就說知道你幾好的股份 總之你藍籌股 或者總之你一些叫Beta高的股份 都是會跟市下跌 那所以我大前提就是可以買吉利的原因 就是Assume整個市是平穩的 那至少不要大跌 那吉利就有一個直播率 嗯 是的 那麼再更新 因為吉利昨天就出了一些數據 六月份的總銷售量就按年跌了9% 還有他們之前就給了一個全年的總銷售目標 上半年只是完成了這個目標4乘1 那麼現在跌幅就超過3% 去到23.5%的水平 我們看看